不痛不痒的副主动脉瘤 就像是躲在肚子里的隐形杀手 一旦破裂 瞬间大出血 就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猝死 因此黄世民医师 决定采用新式的开窗型血管支架 解除这颗不定时炸弹 就是针对于病人 下去做射击的一个支架 进去把主动脉瘤的部分做取代 手术时间也比较短 他术后的伤口小 会愈会比较快 感谢观看